今天我要來示範如何煮豆漿 然後利用35秒的時間 首先呢 我們會拿一個過濾的器 因為這個集中器會讓你用黃豆 只要35秒的時間比較短 放進去卡緊之後 這個是集中的投料器 會把你的黃豆集中在裡面 那我黃豆今天因為要大概是打1000cc的豆漿 所以用的量大概就是這樣 我是用半杯的煮米的下去煮 投進去之後呢 看你們家的習慣 那因為像我自己本身都是吃無碳的 那小朋友他需要有糖 所以會用一點我們家所需要的一個冰糖的量 看自己的喜好 接下來呢是煮開的水 剛才要提到的是黃豆的部分 記住黃豆的部分是一定要煮過的 因為黃豆如果你不煮過的話 直接打的話可能會導致拉肚子 那我們把水 熱水的部分就是煮開的水加進去 那為什麼要用熱水 因為這樣可以加速和速度 接下來呢我們把蓋子蓋好 那蓋子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看他有沒有蓋好密封 蓋完了之後我們來開始來設定一下機器 那這個機器操作很簡單 我現在會給他用主動 他自己會計算35秒的時間 晚上是開了他的電源 開了電源之後呢直接設定 上面這個是35秒 好開始做了 好35秒已經到囉 這樣子我們的豆漿就做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做的一個成果怎麼樣 就是又熱又香的豆漿 而且這個豆漿呢是連那個渣渣都幫你打完了 如果你自己想要吃的更營養豐富的話 可以自己去加一些黑芝麻或是燕麥片 或是你喜歡的所有的食物 好了豆漿完成了